六爷爷 我看你家吃饭的这张桌子很眼熟呀 是我家的吧 爸 街上集 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火车的赵国庆和夏若兰一行人 终于来到了陈家村 此时正在跟夏若兰爷爷的堂妹聊天 姑婆 你们家人多 吃过中午饭 我想回老屋去住 我这次回来要待一阵子 住在那边比较好 夏若兰姑婆看了看夏若兰 又看了看赵国庆 家里特意给你收拾出来一间房 老屋那边很多年没住人了 还是有许多不方便的 姑婆 老屋那边越是没住人 这次越是要回来住一段时间 毕竟那是老屋呀 这话让姑婆犹豫了一下 想一想还是答应了 若兰 你这次回来 是不是为了四年前的那件事情 夏若兰点点头 可她这一点头 她姑婆脸色就很不好看 不住地叹气 摸着她的手 眼睛又红了 你们家是讲仁义的 你爷爷还是和小时候一样 可是 这是我看就算了吧 你们家一直都做得人知意尽的 是人家不识好歹 你们都去上京了 何必总是冷脸贴上去 这 没必要了 我知道的 姑婆 我爷爷总是说 她对不住小姑婆 有些事情不解开 她这一辈子心底就不踏实 我来 也算是静静笑 夏若兰这话一说 赵国庆就发现她眼睛红了 比她对夏若兰的了解 她不是那种特别容易控制不住情绪的 夏若兰的表驳 是这陈家村的村长 她看情况不妙 赶紧岔开话题 哎呀 若兰 你爷爷的身体还好吧 家里的情况怎样了 哎 这里被化为经济特区了 以后不让打鱼了 也有人去镇子上给人做工 听说比重田强 夏若兰看了一眼赵国庆 她想起自己曾经和他聊起特区的事情 说道 以后这土生土长的庄稼人 都有福气了 这是祖祖辈辈都难以遇到的好机会 守住老家就好了 啊 行 听来丫头的 你们家在上京 有远见有本事 离我们见多时光 还有人喊我们家老师去外地上班了 我这不犹豫的 你这样说 那就不去了 夏若兰的表泊 对于夏若兰倒是特别尊重 并没有因为她是一个小丫头而看清 吃过饭后 夏若兰一行人就来到老屋这边 可是打开门的夏若兰惊呆了 屋里摆满了各种破烂的鱼网啥的 一股子腥臭味道 甚至还有许多 根本就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 几间正屋都塞满了 几乎都没下脚的地方 而原本家里几年前置办全套的家具全没了 包括好几张大木床 全部空了 只剩下一个空壳子 里面塞满了让人作呕的垃圾 怎么会这样 我们家在这陈家村 也算是赫赫有名 从外表看老屋没啥问题 可这里面简直没眼看 脏乱的比垃圾场还不如 这是我们家老屋吗 这到底是咋回事 陈时 你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我们家祖屋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这 我家还真不知道 我知道了 是你六爷爷家里去孙媳妇 把你家家具给借走了 回头问问怎么回事 虽然他们是一个村的 但是村子大 夏若兰六爷爷那边有钥匙 真要背着人干点啥事 他们还真不知道 随即一行人前往夏若兰六爷爷家里 六爷爷看到夏若兰送的礼物后 眼睛都亮了 不住的说好 但是遇到夏若兰问老屋的事情 他就说不知道 又问家里的家具床啥的 彤彤不知道 问多了 就说年纪大了 耳朵听不到了 这让夏若兰当时脸色就沉下来 但还是不紧不慢地来了一句 六爷爷 我看你家吃饭的这张桌子很眼熟呀 是我家的吧 还有那几张椅子 我记得是我爸给的工钱 还有你家这神柜 我没记错的话 也是我家的吧 还有 夏若兰看着六爷爷家里的家具 心底真的很是气愤 给六爷爷家里一把钥匙 是让他们在每月初一十五的时候 去上三炷香 可他们倒好 把家里的东西都搬空了 幸好自己回来了一次 这钥匙再往后走 这祖屋还不知道会变成啥样 是谁的都不一定 什么你家的我家的 都是老夏家的 你们这么多年没回来 空着也是空着 都是夏家的后人在用 又不是给旁人用了 再说你一个女娃 说话咋那么难听 你这是要嫁人的 哪还能管娘家事 你们呀 不想想这一年到头 老夏家的祖先 那不是我们在祭祀 夏若兰的六爷爷说起这些话的时候 他居然丝毫没有觉得不妥当 甚至还觉得越说越有理 反过来还劝说夏若兰 兰丫头 你一个姑娘家 回来一趟就住在姑婆家里就好了 回什么老屋 里面空荡荡的 要是被那些不着调的男人惦记着 更不安全了 六爷爷的几个孙子也在一边帮腔 说什么都是夏家的东西 他们都是姓夏 是夏家的子孙 老祖宗的东西 他们都有份 就是夏若兰没份 他管得太宽了等等 这话活脱脱就是无赖 六爷爷 那老屋和家具什么的 都是我爸和大伯 重新在原来的老房子上建的 那地基和家具 都是我爸和大伯置办的 本来我们家也不惦记这点东西 只是想着老屋有个念想而已 那厨房不也是你爷爷的念想吗 不都留着吗 你这丫头 我和你说不清楚 你回头去和你父亲 你爷爷说一声就好 我们也不是外人 总归是同族的 也算是他后人和侄孙 你爷爷出息了 让帮忙给我家几个孩子 安排一下工作都不乐意 用一下家具都这么小气 哪有长辈的模样 六爷爷 这里只是家里老人的一个念想而已 倒真不是缺这点钱和物件的 但六爷爷你这做法 真是让人寒心 亏得我还给你 带了一个足金的观音像 这年头 这观音想娶媳妇都够了 你可真不知足呀 这事都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 没想到六爷爷这回又提起来了 甚至还有几分的怨恨在心底 这些家具六爷爷是不打算还了吗 你这孩子 还是太年轻了 不懂我们老一辈的交情 这多大点事情呀 你爷要是在 别说这点家具 就是那个老屋 说不定也会送给我们住 六爷爷说着这话 他身后的那些儿孙 不住地点头 表示 就是这个道理 这话 把夏若兰七的个够呛了 最后 他索性把送出去的金观音 直接给拿回来了 这让他挫不及防的六爷爷 一下子傻眼了 东西是我的 也得我心甘情愿地送出去 你没有通过主人 随意拿了人家东西 很快赵伯庆就带着夏若兰一行人 来到局子报警了 出来后 因为太晚了 再赶回去 怕天都黑了 赵伯庆带着夏若兰他们 刚走进一家小饭馆 就听到有人惊讶地喊了一声 赵兄弟 是你吗 赵伯庆一扭头 却看到黄丝那张惊喜的脸堂 原来他家兄弟在镇子上 这里开了一家餐馆 他这是来帮帮忙 顺便看一下 这边有没有什么生意做 我弟这餐馆 最近生意还不错 每天能做好几桌的客人 生意变差了 这会还在犹豫 找点什么生意做 黄丝这会也有些苦恼 那边赵伯庆却问黄丝 那你知不知道这阵子上 有没有谁家房子想卖的 面积一定要大的那种 要带大院子的最好 或者那种养猪场养鸡场 要卖也可以 啊 你说你想养鸡养猪 不过我们这边那种山林 坡地很多 但是都是集体的 但是私人也分了一些菜园子 或者果园子 至于卖房子 我倒是没注意 不过我可以打听打听 黄丝也不知道 赵伯庆想干嘛 那边夏若兰有些惊讶 赵伯庆就解释 这边气候不错 冬天这么暖和 对我腿比较好 我打算打听一下 这边有没有合适的房子 买一些放这里 以后冬天可以来住一住 我喜欢宽敞的房子 到时候可以把家人也接过来 大家都有地方住 这会有外人在 赵伯庆没说实话 他只是看到这经济特区 还没完全发展起来 趁着这个时候 大家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赶紧买买买 你与其去做餐馆 辛辛苦苦的 为什么不换一种思路 利用你本地人的优势 比如你知道 哪个地方有房子出租 哪个地方有场地卖 哪个地方需要工人 哪个地方可以赚到钱 现在这地方修路 居住环境特别差 但是用不了多久 各种人工需要就来了 到时候 黄丝这生意就做好了 而且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人品不错 不会想得占人家便宜 这种人以后 无论是做什么 生意都会做得不错 一边的夏若兰 津津有味地看着赵伯庆 突然冲着他低笑了一声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呀 有一个让人有些无语的嗜好 可想一想 似乎也没啥大问题 只是个人习惯而已 什么问题 你没感觉你有个习惯 喜欢买房子 而且是走到哪里买到哪里 在朝阳村建的新房子 在英山城买的房子 在江城买的房子 你现在到了这里 甚至也想着买房子 这是不是有点不一样的嗜好 我喜欢 喜欢这边的气候 手里刚好有点鲜钱 就买一些吧 谢谢大家